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把這總共12台水車給它蓋出來了喲 各位看看啊 那其實就是剛好一邊6台塞一半 然後中間還留了一個走道的空間可以走啊 將將好 然後我發現我門怎麼沒關 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可惜就是因為當初就是要塞在倉庫嘛 所以這麽緊密的情況下你沒辦法看到它的構造 應該是說沒辦法欣賞到水車的美啦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仔細讓大家看看這個水車 某些關鍵的部位是怎麽運作的 那上一集已經看過了123台水車 所以中間這個水車是從中間衝下來了 這個沒什麽問題 但是這一邊的話呢 就是上一集最後的時候我有稍微給大家提一下的東西 有沒有,就是如果你現在沒有挖一個水溝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無限水源 就會失去水流 所以挖一個水溝讓它有水流動 這樣的話可以增加它的這個一點點的轉速啦 雖然說不是很多 然後呢,從這邊看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說這邊就是一種無限延伸的概念 我們水車不只是可以往上漲 也可以左右邊一直延伸下去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上去看看好了 我們先換上防摔鞋啊 呵呵,這上上下下的話有點危險 來,吸掰 嘿咻,有啦 來,上面的話呢 因為燈光不足啊 所以我加了幾盞燈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話這邊都一樣 這邊的話就是兩個水流匯集 但是因為我們倉庫最初的設計就是有這個橫支架 那這邊橫支架的話就相當於下面那個平穩的水流啦 我們從這個地方下去看看 啊,平穩的水流 在這邊 有沒有 啊,那這個上面的話就是被支架擋住了 但是這邊平穩的水流其實原 比之前還要高一點點 之前的話如果你直接就是讓它自然的流下來 平穩的水流這邊會低一格 啊,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在上面倒一桶水 就是Minecraft水流還蠻神奇的很多變化 就倒一桶水 然後呢,下面的水就會被拉高 那你把水收起來 啊,我們的水流就提高了哦 雖然我不清楚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它的轉速啦 我只是覺得水流拉高一點點 我們水車能夠碰到比較多的話 或許轉速會變快嗎 啊,不曉得 所以說這邊是這樣我們過去 啊,這邊機靈空間啊,非常狹窄 來來來來 所以說這邊水流的話也是從上面中間共享 衝下來,往左右邊轉 那這邊的話呢,還記得我上一集輸了嗎 因為這邊有石磚卡住 所以上面的水流沒有辦法直接穿過這個空間 所以下面的水車就要自己放自己的水 來連成儀器的感覺啊 然後我這個石磚都鋪起來之後 電信也通通拉好了 基本上是其中一半的電線就拉到另外一邊去 然後呢,從中間這個剛好中心點的地方呢 往前送 啊,所以說呢就這樣子 非常整齊畫意的往前送,往前送 這算是很多電線嘛,亂中有序的感覺 所以最終接收者就是這個 那我們這邊總total有12台水車 那一台水車的理想發電差不多85吧 但是呢,我們不估那麽多,估個80好了 那我們這樣子12台的話 818,826,960 哦,將近1000RF的發電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乾淨能源啊 就把它開在這邊它就無窮無盡的發電這1000RF 有沒有啊,完全不用消耗任何的燃料 所以說這個電線的話,我們到時候就要接到另外一座工廠啦 但是在接電線之前呢 There you are Go,上 上 哦,這骷髏 哎,它擋箭完全沒扣血呢 哈哈哈 Can I help you? 是我幫你才對吧 來來,在這之前的話我們 一樣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上一集學的這個超能力新招啊 那就像我說的,因為上一集等級才剛學很低 所以不曉得它到底有多厲害 好,現在的話我們已經練到一定的等級 我們就來放放看 來,這個就是什麽巡遊炮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一直唱法 然後在一定的時間內 只要附近有目標它就會瘋狂的攻擊 而且附帶自動瞄準的效果 所以我不用特定瞄準它就會攻擊 比這個周邊的敵人 所以雖然它CD時間很長啦 然後攻擊距離也不遠,還蠻近的 距離上就是周身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用於你被怪包圍 或者是你打PVP的時候呢 放這個大絕 有沒有,別人都沒辦法靠近 其實打PVP也不一定 因為你沒辦法靠近那我就遠遠的射就好了 所以這個如果被包圍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招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你也不用瞄準它就會自動發射 而且攻速也是很快 大概三發一組 然後發射好幾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至於實不實用的話 見仁見智 就至少它算是蠻蠻好看蠻帥的啦 為什麽憑空產生了另外一個Sentry 不曉得 但是我要把它幹掉 因爲它是精英的 西萊摩啊 come on 不要用這個招式 來 這隻機器人它怎麽還在 來我救你出來 所以 沒有它就不見了 這是因爲精英打它 所以 憑空複製的一個機器人嗎 不曉得 剛剛 這呆在原地的機器人就不見了 好啦 反正沒有多也沒有少 可能算是一個顯示問題吧 那我們看完了這個超能力模組之後呢 之後我就找個時間來挑一集來重學 我們的這個電磁砲 那當然不是這一集 我們這一集我有規劃一些事情要做 那就是我們電接過來 到這邊給很多要吃電的機器用 但是我已經先等不及把電池拆過來用一下 爲什麽呢 因爲我想要來方便地合成我們這個鏡子過的木頭 就是這個玩意兒 那它配方的話還蠻麻煩的 要用這個 這個桶子或玻璃 玻璃不划算所以當然用桶子 但是我後來發現一個更好的方法 那我現在講的話就是舊方法 舊方法的話就是用我們的Stick Factory Manager 然後呢因爲這個SFM它雖然有自動合成的功能 但是它不直接支援液體合成 你只能用這個鐵桶子啊 對,你就是真的要放一個鐵桶子在某個儲物箱 然後它把它拿去合成 就不會像某些譬如說 Thermo Expansion的那個Cyclic Assembler 可以直接把它轉換成普通液體 來合成啊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這個液體 從水塔 轉成桶子的話呢 翻了一下我們這個模組包 選擇並不多 因爲沒有什麽Fully Transposer或Endo的Tank 我找到的是這個 Immersive Engineering的Bottling Machine大型機械 當然後面還有一個更方便的方法 我現在只是先講這個方法 這個的話呢就是你把鐵桶塞進 就從這個地方丟鐵桶 或者是玻璃瓶啊 任何可以裝液體的手持容器 然後呢它桶子就會到這邊 然後注入水 我們直接示範一次就知道 好,我們放下一些木桶 那我現在做的自動化呢 就是第一步驟 是把這個原木去合成變成這個木材 變成木材 然後再丟回我們的箱子裏面 這是第一個合成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偵測如果有空的桶子的話呢 它就會丟到這個漏斗 好,因為我們只需要這個裝液體嘛 啊空桶子的話它就是 就是要通通丟進漏斗的意思 第三步就是來合成靜之鍋的木頭啦 把我們這所有的木材啊 跟這個鐵桶啊 統統拿去做合成 那我這邊有用的這個是 Fuzzic Detection 因為我們Minecraft的木材的話 它其實主ID是一樣的 唯一的差別就是它的冒號後面的負ID 是比如說 比0比1比2比3 這樣子就變成不同材質 所以我用Fuzzic Detection的話 它就是不管橡木也好 畫木、山木、其他木頭也好 只要是Minecraft原版自己的木材 通通都算了,它就會拿去合成 然後再把它丟回去 我們就可以只丟進原木 就可以換到靜之鍋的木頭 所以注意看哦 先 掉上去 來,把原木放進去 它合成木材 然後我們的空桶子就會掉進這裡 然後你看它裝好這個 這個靜之鍋的油 那個油之後再丟進去再合成 然後加上一個簡單的動畫 有沒有,像一個工廠自動化生產線的樣子 馬上又過來 擠 然後就再把它丟回箱子 第二箱子瞬間就馬上合成我們這個Treat Wood Planks 所以這個就是靠我們的Stick Factory Manager 跟Bottling Machine的自動合成法 那好啦 然後我這邊管線的話我是用這個Immersive的管線 當然更方便的話是直接用Transfer Node就好 我只是想要玩玩看而已嘛 我們有更方便的方法是什麽方法 咧 那個東西一樣是Immersive Engineering的 那其實這個機器我以前從來沒有玩過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趁著這個機會也來試玩看看 那個東西就是Assembler 就是Immersive自己的自動合成大型機器啦 然後這個機器的話它主打的特點就是它可以存三個配方 所以你可以做連續合成 更厲害的是它甚至還可以裝液體進去 來支援液體合成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那個Thermal Expansion的Cyclic Assembler 那差別在於它這個大型機器可以存三個配方 然後連它的液體也可以存三種不同的液體 非常的強大 那我們就來做做看吧 那那個機器的話需要用到這些材料 那其實因爲用到那個機器的關系 所以我們等於這一整套都可以拆掉 對,只是我們還是可以把Stick Factor Manager給保留啦 把它保留在旁邊 看以後以備不時之需 那如果各位很喜歡用Stick Factor Manager的話呢 那剛剛的程式嘛,應該不會很難吧 有人會想要看全部嘛 其實概念很簡單就是把材料拿出來 合成再丟回去 拿出來合成再丟回去而已 來來來來,先把它放旁邊 我們這個Jabba的兜裏可以無痛轉移 但是這個位置要重新指定就是了 當然我們有裝一個 裝一個小附加模組 這個叫什麽? 這個Steve's Add-ons 你可以直接做這個玩意 叫什麽 Duplicator 做這個然後對著你的機器點誘鍵 它就可以完整的複製 裡面所有寫好成什麽 到一個手持物品 那你就再對另外一個新的點誘鍵 就可以複製貼上的意思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先拆掉好了 這Bottling Machine 之後也可以有其它用途 但是我現在的話 因爲我空間規劃的關係 所以我要先把這個拆掉 就取代了 變成這個Assembly Machine 好,我重新擺放了一下機器的位置 我也把這個移上來一格 我想說到時候這邊會有兩套 我算機器吧 那材料的話就自動從傳送履帶 然後集中到一個地方來收成 所以那邊也會需要一個特殊的傳送履帶 其實也不是必要的 你可以直接擺LOD就好 只是那這樣子 如果你是用Shift加右鍵放的話 它會反向 這樣子的話比較一體連貫 所以任何的東西在這個履帶 到這個地方就會馬上被吸進去 它吸進去的速度就跟原版LOD差不多 算蠻快速的啦 所以不用擔心說東西會超速噴出來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擺就是這個Assembly Machine 我還是要試試看它會不會跟旁邊的機器衝突 希望不會,因為旁邊的機器都已經完成它的配方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上這個Shoot Metal 這個機器其實不算小 然後我們一樣也需要這個傳送履帶前面一個 跟後面一個都需要 所以這樣子也放著 然後上面再加三個Light 還有六個斜面的 左右兩邊 好,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拿起我們的這個Hammer 那你敲下去那個地方就是Input 就是輸入位 噔噔,這樣子就完成了 你看它這邊藍色的,所以它是輸入孔 那另外一變化就是輸出孔啦 這樣子應該會輸出吧,希望它會啦 然後輸入孔的這個地方它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液體的輸入孔 但是它只有一個輸入孔 但是它可以裝三種液體啦 所以,不過我們Inverse它的管線本身就 算是一個傳送液體的概念 它管線本身不會裝任何液體 所以它就可以同時支援很多種不同液體 在裡面傳來傳去 好啦,接下來呢我覺得我要去幹掉外面那隻蜘蛛 插蜥狼 哎呦,怎麼會有毒 哦,精英 是嗎? 不然怎麼突然中毒了 可能這蜘蛛是精英啦 打它會中毒 連液體都懶得見 所以呢我們這邊再加個肉都好了 不過改成這台機器的話呢 就比較不會像用Factor Manager那麼方便 一個箱子做完所有的事情 我們現在的話我就是手動放入原木 那材料的話就會丟進這裡 不過我們也不需要這個桶子 因為它會直接轉換 我們接下來設計配方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的這個山木 不過花水回來它應該不支援的Ord Dictionary 或Foxy 就不會像Steak Factor Manager 你可以同時指定多種原木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把一些木頭轉換回來 來,就是要普通的這個木材 那它這個的話就是很聰明 它是直接繼承上一個配方 所以最初階的材料的話放左邊 它就會直接拿左邊這個前面的配方 當作它下一個的材料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一個鐵桶 我們必須要指定一個配方 它才知道這是什麽東西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 丟進一些原木了嗎 它就進去了 然後到這邊Buffer 然後 先等一下 它還需要電 這個是吃電的機器 來 我已經設好它的輸出口在下面 所以我們理論上呢,只要 這邊 好吧,爬上去 然後放下 然後 無墊 無墊 那我們就放下這個原木 然後就會合成木材 湊滿8個馬上就會合成下一個 然後它的這個 合成完的木材就會直接從屁股噴出來 噴出來就被我們的傳送履帶給接住 來 然後就被我吸起來 放進去 所以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可以丟進去 讓你合成 這兩個是多的 好啦,所以其實也OK啦 我們就這邊放入材料 然後從這邊收成我們的這個 成品就行了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這個 Press 我還沒有做任何的模板 這是之後的事情 再來下一棟 在我們把電線接過來之前 我還有一件事情想要做的 那個就是我想要蓋一台 Crusher 這麼快就要衝大型機械了嗎 那其實是因爲我們 我們這個小模組包 Light板 就像我說沒有什麽重工業 所以能把礦物磨成粉的選擇不多 其實我並不是想要雙倍化 雙倍化的話 Tinker就有了 正是我想要把它們磨成粉 比如説有一個 一些合金啊,Electron 那Electron的話我們都知道它是金跟銀的合金嘛 那當然有人會想説 誒,只是用Tinker熔爐不就好嗎 但就是 剛好不曉得爲什麽 是不是可能是因爲我們模組裝太少的關係吧 我們這一包的銀礦都沒有辦法丟進Tinker熔爐融化 還蠻神奇的,所以我猜如果以前可以融的話 應該是有一些特別的附加模組 或者是改Config讓它可以融吧 不然的話我們這一包其實Tinker熔爐 能融的東西還蠻少的 基本上Immersive的東西什麽銀啊 鉛啊都融不了 就只能拿去燒或者是用Immersive自己的方法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就,好吧那乾脆就來蓋個Immersive的Crush吧 省點麻煩 那Crush的話需要的材料就在這邊 那這個有一點複雜 所以我要看它的教學來蓋 好,瞬間完成 Huzardos Machinery 那這個的話沒有任何的GI 就是把東西丟到上面 它就會從這個口噴出來 然後你也可以設置一個拉桿 來暫停它的運作 放在這邊 那預測是開,這個拉下去就是關 那電的話是從 從上面進去 好,先放下這個電 我們馬上就來試試看吧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電線 NV wire的話 我們必須需要一些Electron 把黃金丟進去 銀也丟進去 那我把它關起來了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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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起來贏的話呢 它還有機率會產生千 接下來終於到了鋪電線時間 那這電線的話呢 目前沒有什麽特別的想法 就直接直直的鋪過去吧 所以我們這個電線的總集片 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我們剛剛沒點到 那我們總total發電線 剛剛說1000RF 那我們這個MV的剛好上限也是1024 所以就是 完整的利用這個電線 毫不浪費 那我們一樣用那個 那個做法 來把這個電線先鋪過去好了 看看現在晚上其實有點危險 把這個鋪到這邊來 都高度有點高 接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再用這個Micro Block 剛好鋪到了 現行版本當中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 阻斷電線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在玩最新版1.12的時候 就有發現它 修正的這個問題 它好像會即時性的掃描 你電線的路徑 只要被它發現你偷偷蓋住的話 你電線會直接斷掉 甚至它電線還會觸電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話 擠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子電線就跨足兩棟倉庫 當然因為現在倉庫很近 等到之後我們倉庫如果蓋多一點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動用到這個電線桿 就是我們可以沿著道路這樣接過去 甚至電線桿的話也不只是接電線 我們也可以接一些路燈之類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來改造一下 示範一下 只是晚上的時候做這件事情不是很安全 來 多放一些 這樣會不會太高 有點太高 然後在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 爬不上去 這個居然不給爬 然後我們把其中一個路燈A下來 然後放到這個下面 當然這個現在只是先暫時這樣子 等到之後 之後室底下再用吧 我們現在主要先鋪電線 不過我覺得這個電線接近來 應該是要先儲存才對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capacitor來存電 我想想看哦 存在那上面好了 應該要這樣子 Hello 啊,你好 馬上就被射爆 機械人的話他最怕的應該就是骷髏頭 還記得以前我們1.6.4的時候 不是有玩過 一個競技場嗎 欸,變成I'm different 好吧 我們的砲塔通通不見了 通通I'm different去了 來吧 有兩個哥倆好作伴 這個 放在這邊 等以後收集多一點的話聽你們唱歌 來,把這個敲掉 我們這個地方就直接換成這個電池就好了 來 然後connector的話接下面 但是這個電量的話反過來 反過來 會變成input 然後電線 接出來 安安 吵死人之爵要來了嗎 炸跳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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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來 然後 要從上面輸出吧 呃 不,從上面輸出好像 也可以吧 對,從上面輸出好了 我們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來個 電線長 長起來的感覺 這樣子接過來 壓 然後呢 到中場 這邊也來接一個 怎麼長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只是用MV而已 我不曉得這些機器 都不夠撐 其實我們到這邊也到時候可以改用HV的 因為我們這顆電池它可以供電4000 我們目前沒有搞任何的全自動化 都是手動機器 那手動的意思就是需要用電的時候才會啟動 所以我們 這樣子1000接4000的應該也是OK的 我老是說把東西移到以後再說 我還是現在就弄吧 我把這個HV的電線剛剛做好了 統統統換成HV電線 那就像我前面說的就是 因為發電機是無窮無盡的 但是我們機器的話 並不是常常運作 所以1000公4000的電應該還好吧 對,我們的Crush它是很耗電沒有錯啦 但是真正耗電的還沒蓋出來 之後我們這個位置的話 來蓋我們的這個Arc Furnace 吃電怪獸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要搞什麼全自動化的話 應該還是OK 畢竟水車都已經供應到1000RF了 1000RF不是什麼小數字 好啦 所以這個話先關起來 以後我們就通通吃這個高壓的電 那當然除了Arc Furnace之外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一些之後要規劃的機器 我們今天都還沒弄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Railcraft的Rolling Machine 很重要 如果我們要蓋鐵路的話 要做一些功能性的鐵軌的話 這個是必須的 然後還有這個Traincraft 這次的話我應該就是採用Traincraft的火車頭了吧 因為Traincraft它自己也有一些鐵路啦 可能就是跟Railcraft的功能性鐵路互相搭配 Traincraft它雖然有自己的鐵軌 但是它缺乏非常精細的邏輯控制 Railcraft這方面還是比較厲害 所以看下一集的規劃了吧 我可能Arc Furnace應該不急 但是我們的造鋼爐可能私底下要升級一下 那再來就是蓋出Rolling Machine 跟Traincraft的一些基礎的table 那Traincraft它也需要一些油 都可能會試試看吧 所以下一集看能不能就來玩一些Railcraft跟Traincraft囉 所以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發現有些角度真的看不到那個東西 可能是我們後面有什麼東西讓我們的渲染失效吧 那就這樣子啦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為了 你可以